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一百八十六 一百八十七 一百八十八 师大 亲密训练 你这个当连长的 为什么不在啊 孟哥 看那个我不行 有跌龄在就行了 什么事这么高兴啊 我正在看 咱们自己招的人呢 你猜猜 咱现在有多少人了 有多少人了 已经快过二百了 这么多人了 快两个连的兵力了 这一次我们五连 可谁都不怕了 为了咱近期 两军合作愉快 赶一个 来 干杯 来来来 吃两口 吃两口 我这儿除了罐头 也没什么好招待的 可 可就吃 这罐头可是好东西啊 五连长 你要是喜欢吃的话 一会儿走的时候搬一下 搬一下啊 搬呀 那敢情好吧 搬一下啊 马连长 你这又请我喝酒 又给我送罐头的 无缘无故对我这么好啊 说吧 有事啊 这真是啊 什么也瞒不过你五兄弟的眼睛 行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那我也不藏着掖着了啊 是这样的 上风呢 给我收粮的期限啊 就快到了 可是我这个粮食离规定的数 还差着一大截呢 我就是想 请五连长能不能把老百姓手里的粮啊 再分为一部分 让兄弟也好交个差 是这样啊 这老百姓的粮食 我说了不算 但是我们八路军的粮食 我说了算 得嘞 那我代表全联带弟兄们 谢谢五连长 马连长 先别着急谢我啊 一挺中正式 换两袋粮食 咋样 这个百败你不亏吧 五连长 你这可有点趁人之危了 怎么说话呢 什么叫做趁人之危啊 马连长 我们的粮食啊 那是留给我们过冬的 我给了你 我们这帮弟兄可不得挨饿呀 我五十三 让你马连长放点血 也是应该的吧 这个事啊 你让我跟刘副官商量商量 明天再给你答复吧 行 你慢慢商量啊 我呀 有的是时间 大哥 咱们就这么贸然去救国君找冯宝 那能行吗 那冯宝的狗屁都不是 他在他们那儿 你话都说不上 你说大哥 我们找他有什么用啊 什么用啊 我当然有用了 他们有人有枪吧 咱们把他的人和枪收了 随便封开个什么守炮楼的管 你说这妹妹 咱们是不是有赚不赔呀 对对对大哥 大哥 你说他约我们到这儿来谈话 这儿能谈什么话呀 你说他会不会是什么坏呀 宠你那个怂样啊 有你大哥我在 谁吃了雄亲豹子胆啊 敢给我们玩阴的 打枉头 不打枉 你别beat 你别逗 走 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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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天上几颗星 我们不是土匪 用不着说行话 原来是个大美举 你是谁 抗日救国君 司令 我大侄女 大烟花 你就是抗日救国君的大烟花 原来马旅长听说过我 那这事就好办了 听说过 不过就没想到 救国君的大烟花 原来是神仙姐姐下凡 用不着这么夸奖吧 神仙姐姐 你这唱到哪出啊 你找我马棍 不至于这么把我们请过来吧 马旅长 您可是大忙人 我不用点手段 怕是请不出来啊 我马哥是挺忙的 别人挺不动 不过神仙姐姐 你就不一样了 只要你言一声 我马上就来啊 废 废 废什么神话啊 大 大自量 愣死他 完了 旅长 你也看见了 我这手下可没那么多耐心 咱还是说正事吧 你抓我二叔干什么 二叔 逢跑 谁抓他了 你们抓他了吗 没没没没 我想起来了 就是昨天晚上 我请他喝着顿酒啊 喝酒 我这可是第一次听说 喝酒还有绑着去的 那喝酒怎么喝到现在还没回来啊 昨天喝完了 我想起来了 昨天晚上天太晚了 你二叔指定是在城里那个 他都知道了 醉花龙 他睡了一宿啊 我估计啊 这会儿已经到家了 凭什么心理啊 不是 这兄弟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我马棍的为人谁不知道 再说 我这偶尔的撒个谎 我也不能对神仙姐姐 您撒谎吧 大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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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 神仙姐姐 马旅长 这次虽然是个误会 对对对 但你也知道我大烟花是什么人 我知道 是神仙姐姐 你这一天到晚在日本人屁股后面跟着 可千万别干什么伤天害理的事 没有啊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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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大哥他从来不干伤天害理的事 没有啊 要让我知道了 我大烟花第一个饶不了你 不不不不 神仙姐姐 我不是那人 记住了啊 撤 撤 叔叔 这小心脏 神仙姐姐 慢走啊 改日我请你喝酒 这老不起马了 这锤子 怎么听使唤了呢 哎 我说你们干嘛呢 干什么呢 拿上西洋有黄金 你们知道吗 你们还像不像军人 怎么回这儿 像什么样子 来 大哥 这小娘们还真辣呀 太厉害了 辣是吗 老子我就耗这口了 是 早晚是我的人 那必须的 可下火啊 走 昨天我是费劲了扣蛇呀 那五十三还是不肯松扣 最后还想出来 要用咱们的枪 去换他们的粮食 这帮土爬鹿真是穷疯了 这种招他们都想得出来 咱们规定的息息 可把山药到了 得赶紧想其他的办法呀 列长 要实在不行 咱们就把八路军的粮库 给结了 不行 这五十三不管怎么样 对咱们不错 咱不能恩将仇报 这再说了 咱们就这么点人 这万一要是发生冲突 咱也占不着什么便宜 还是想想别的办法吧 报告 说 出去侦长兄弟 抓了一个舌头回来 走 看看去 秋迟口 老陈欲知 朝日是发从头尽忘掉 花回来了 花儿啊 我这一回来 我就听说你去结马棍 我这吗 赶紧派人去找你 咋了 你还怕我给他杀了 不是 我是怕你出点傻事 花儿啊 你对你二叔真够意思 你二叔没白疼你 那当然了 你是我在这个世界上 唯一的亲人 我能不心疼你吗 对了 花儿啊 我今天不光喝马棍喝酒 还聊了点别的 聊什么了 我跟你说 马棍给咱指了一条 财路 什么财路 我跟你说啊 咱是不是跟马棍联合 做点满满 二叔 咱这队伍叫啥 你没忘吧 马棍他是个狗汉奸 你让我跟他合作 你觉得合适吗 大棍联合 大棍联合 他是狗汉奸的头不假 可是他那也是中国人呢 他在日本呢 二叔你别说了 我也累了 我告诉你啊 这件事情 以后别再跟我提 哎 哎 哎 花儿 你这 你说咱也俩这不是伤了你吗 马棍联合 哪来的警报啊 我之前派出去一个侦察的弟兄 发现了一个老单的二狗子 就给抓回来了 从他嘴里抠出来的 这么巧 这要是撞了大运啊 那想要啥就来啥 之前我去过那儿 没发现那里有粮仓啊 那也许是 你们之前没看仔细 或者是鬼子这几天刚建的呢 就这么几天 能建那么大一个粮仓啊 那还不简单吧 就临时找一个地儿 把粮食往那一堆 不就完了吗 咱现在就别一身一鬼了 赶快想想 怎么把这块肥肉给吃下去 我派人查过了 他们那儿的守卫啊 特别地松懈 只有一个队的兵力 还有一个连的二狗子 你们怎么看 我觉得有些蹊跷 这么重要的粮仓 小鬼子怎么会 那么轻易地暴露给咱 还有 上次小鬼子吃了亏 应该不能松懈才对啊 我觉得我哥说得对 就算这个情报是真的 可我们上次偷袭成功 是因为鬼子放松了警惕 现在鬼子还让我们进去 他们也不会这么傻吧 不加强警备吗 你们八路这是咋了 这回咋还缩手缩脚的 那还眼睁睁看着这块肥肉 就放这不管 不是不管 只是我们不能随便地听信 一个二狗子的一面之词 这毕竟是百十来号人打仗啊 我觉得还是先派人探探清楚再说吧 还探啊 我这几天可就要交差了 没工夫耽搁了 这件事确实有些蹊跷 我们还是先查清楚以后再说吧 不能拿弟兄们的命开玩笑啊 行 那你们好好想啊 这五十三是无力不起早的主 衬托吊地上都能当金疙瘩 这么大个粮仓放在那儿 他怎么会不动心呢 还也许是八路想自己把这块肥肉吃下去 那怎么办 连长 咱们不能眼看着盗嘴的肉 让八路抢去吧 这五十三是条恶狼啊 咱们也不是绵羊 统治弟兄们 明早集合 我就不信了 没有八路君 我们就吃不下这块肥肉 啥哥 明令部队 转向麻家铺 大佐 我们为什么要转向麻家铺 刚刚得到情报 有军队只能向麻家铺一度 跟我预想的一模一样 图巴路还是上高了 大总 要不要我带一队人去结绍他们 不 放他们进城 你说这个马连长啊 就这么悄悄地走了 连个招呼都不打 我估摸着是去了马甲铺 怕咱们拦着 没敢直升 这也太不地道了 这都第二回了 上回也是 医生不直指撤出阵地了 也没告诉我们一声 中村轨迹多端 很有可能是他设的圈套 如果这真是中村设的局的话 那老子还真得去会会他 怎么着也不能看着国君送死 再说我们五连跟中村 有那么多的血债 这笔账 我们也该做一个了断了 连长 这你可得冷静了 谁不想找中村报仇 但是如果他设了圈套 肯定就做了充分的准备 等着咱们往里面钻呢 现在带兄弟们去 闹不好 全部都得赔进去 圈套怎么了 他就是长三个脑袋 要啃我五十三的部队 他牙口得好啊 行了 咱们时间进步 就不争论了 多去准备一下 马上出发 快 快 快点 快点 快 快点 快 抓紧 快 抓紧 快点 好 不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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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大祖閣下 敵人已經被一群見面 可是他們都是國軍的裝壽 沒有八路軍 對 我八路居然沒有出現 這不合情理 別告 應該就在前面 報告 發現一支一百多人歸我的八路軍 正在改來 哈哈哈哈 吐八路 終於還是山高了 這是消滅八路最好的機會 這一回 要一局消滅八路軍 嗨 大草閣下 要不要 我們在城外捨附 一局 直天君 我一直在想 如果你穿上 如果你穿上 國軍的衣服 會是什麼樣子呢 好 好 二 二的 知道為什麼大司令讓我出來遛你嗎 那是因為在救國軍裡大司令最信任我 我呀 那你說大司令他喜不喜歡我呀 喜歡啊 你呢 待著 你呢 撒撒撒 撒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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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你什麼你都不知道 你說是你重要還是我重要 說說說話 別鬧 我知道 你重要 報告 發現馬連長他們好像攻下馬駕鋪了 大哥 不會是拳套嗎 你真的看清楚是馬連長他們嗎 看清楚了 他們穿的都是國軍的衣裳 完了 讓他們減快大肥肉 我們得被笑話死 嗨 走吧 好歹咱也算是赢了 虽然没碰到中村那狗日了 但咱也不能白来啊 刚好帮他们尝尝粮食 好 走 走 满沟 你看 马连长 行啊 这么点人 就把马甲铺给打下了 不就打下个马甲铺吗 看给他牛的 爱打不理的 不对啊 他们身上怎么有那么多鞋呢 打那么大场打仗 身上哪会干净啊 你 不好 鬼子 鬼子 打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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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执行我的命令 是 都听好了 等离近了咱们再开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我得必须不断地给巴鲁施压 否则他们就会借机突围 以前我们吃这样的亏还少吗 命令 武强竟对所有据点和炮弄 只留必要的兵力 其余的全部赶过来支援 最多一个小时之内必须赶到 谁要是预期不到 不管什么原因 格杀无论 大早回家 这样太危险了 如果把据点的兵力收出 我们很可能会遭到巴鲁的偷袭 石田军 另外 再派一小队人 绕到巴鲁阵地背后 断绝他们的退路 给我往斯敏打 十三 没事吧 十三 没事吧 十三 轨子撤了 咱们把伤员抬下去 咱们也撤吧 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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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身后有轨子 咱们退路被轨子堵了 大作个枪 我们的部队伤亡太大了 援军为什么还没到 已经在路上了 还有半个小时才能到 我们阻断巴鲁军的退路的兵力太少了 如果巴鲁军选择突围 他们很可能会突围出去 我们得赶快想个办法 还有一个鹰 招向五十三 什么 您不是对五十三恨之入苦吗 为什么要招向他 我不是真的要招向他 我是为了要稳住他 给增援部队争取时间 十三 咱们趁小鬼哥断后兵力不足 带着队伍冲出去 我也是他们想的 好 我带着队伍冲到前头 你断后 凭啥呀 你是副连长 怎么冲到我前头去的 你小子像你二哥 连长 有个小鬼子 取个白旗过来了 你们看 我是代表中村大佐 来和贵部指挥官谈判的 这场面 看着好熟悉啊 哥 这狗儿的打不过 投降了 没错 行啊 告诉中村那狗儿的 投降可以 让他爬过来 把我们挨个叫成爷爷 老子望就饶了他 混蛋 你们已经被包围了 中村大佐给你一次活命的机会 只要你们放下武器投降 中村大佐会考虑给你们合理的条件 是不是要给我们个官当当啊 那只是一部分 有什么话你可以直接说 王哥 日本人当时对唐金荣 是不是也这么说的呀 没错 这一帮畜生 打不过就会耍这个 哟 那我要是答应了 你不用成了二狗子了吗 我踢死 行啊 你先替我 给那狗儿的带一个话 什么话 你先把你的脑袋给我砍下来 等头儿踢过来 你十三爷 就饶你狗日要不死 你也太高过你自己了 炮兵到位了吗 已经到位了 明令炮兵到位了 明令炮兵开炮 把八路去的阵地移为平地 不要让我们的炮火 覆盖每一寸土地 记着 是每一寸土地 是 是 十三 同志大家突围 快 选敌 消防土围 上个耳末 当然你们的牌 把攻击队 欺识我们身后的鬼子的防线 是 车回 是 快 走啊 快 快说 快 快 快 池天君 八路军现在就要突围了 我命令你带上预备队 给我死死咬住他 我要把五连赶紧杀绝 走 快 快点 快点 快 快 快 前面 前面 小龙 楚楼大 给我炸他们 是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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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是 去玩了 你们两个戴人 从那边出围 是 快 赶走 他们两个戴人 赶走出路去 好 归海 走 撤 co要 选大 廷 ingredients 二 油 把 这 第二 连长 那边又冒出去对鬼子 同日的这帮鬼子 连长 可以撤吧 说啥也要保住五连的一条命迈 不能把兄弟们全扔在这 撤 撤 撤 大哥 快撤啊 撤啊 撤 大哥 撤 大哥 快撤啊 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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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长 前面没有路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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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